M134 Minigun又稱迷你炮機槍這個名字的自起初創理念 WM61火神式機炮的縮小版 它是一種由美國通用電器公司製造的六管家特林式機槍 發射7.62毫米內流彈藥 M134每分鐘可達最高6000發的速度連續射擊 是世界上射速最快的機槍之一 迷你炮機槍也同時出現在多個電影和電腦遊戲裡 成為世界最知名的槍線被譽為機槍之神 M134的發展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期 當時美國發明加理查格林發明了加特林式機槍 加特林式機槍是一種多管旋轉式機槍 有一個手柄驅動可以連續發射大量子彈 20世紀50年代 越南戰爭要美國又一次體會到共軍人海戰術的可怕 韓戰以來 美軍對付人海戰術的主要方法是使用噴火器 但火焰噴射器卻有著距離短 效能差 不人道 氣味難聞 還加重士兵心理陰影等多重缺點 因此 通用電器公司 G1開始開發一種新型的加特林式機槍 47因此被稱作噴火神龍 可以說是空中砲艇的前身 A系47在服役期間 實現了可在短時間內衛戰場提供大量火力支援 美軍非常滿意這款武器的強大 很快的也用於地面車輛 船隻 直升機 和其他平台 並在許多衝突戰爭中被使用 包括海灣戰爭 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等 M134 Minigun是一款威力強大的武器 在許多戰場衝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它也是一種有效的近距離作戰武器 可以用於對付地面 海面和空中各種目標 M134 金魚已經演化成一種空用的武器 可以由陸海空三軍和海軍陸戰隊使用 美國陸軍通常將M134安裝在漢馬車 司翠克車和其他地面車輛上 它也被用於安裝在黑鷹雨戰蒐直升機上 在陸軍 M134通常用於近距離火力支援 它可以用來掃射敵人 造成大量傷害 也被用於壓制敵人火力 阻止敵人開火 讓有軍部隊可以移動或攻擊 空軍版不叫M134 改稱為高 2B 安裝在直升機和飛機上 用來對付敵人的直升機 戰鬥機和人員 它可以擊落敵人的直升機 擊傷戰鬥機或殺死敵人員 美國海軍與海軍陸戰隊版的M134 則被叫做高17A 通常用於對付敵人的船隻 無人機和快艇 這麼好用的武器 美國已經外銷三十幾個國家 同屬台灣的亞洲國家 包括南韓 菲律賓與新加坡 也都購買了迷你炮 那周華民國國軍呢? 70年代 老蔣聽聞美軍有款滅共生器 價格不貴又經過實戰驗證 非常羨慕 也很感興趣 美軍特別為此安排了一場 M134威力展示 在新竹湖口拔場 開放給對當時的 國軍陸海空將領們參觀 M134現場展示了強大的威力與聲勢 而且非常的節慎人力 甚至一個海軍陸戰隊的女兵就可以操作 非常適合少子化台灣 而且這一款強大的武器 可以放置在任何位置 山邊海口 基地內外 出入外情支援 美軍已經驗證了 許多衝突中 它都能發揮重要作用 它也有幾個缺點 首先 極高的耗彈樑 單單一挺 Gm134 一分鐘就可以打掉 6000發子彈 這相當於當時 國軍一個贏的被彈樑 Mini Gun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打法練習時 是用一整輛塔車來載子彈 這讓崇尚勤儉艦艦軍的台灣國軍無法接受 再者 M134的槍械結構複雜 與國軍通用的M2相比 M134是一款複雜的多武器 這使得它無法在戰鬥的情況下 即時的拆解清理與繼續使用 畢竟 國軍被彈要求是75公尺沃茲6發 發發都要命中的前提外 最好還能一槍兩人 連帶射爆後面的塔車 也因此 對面的解放軍上岸的時候 可以不用擔心面對這一款可怕的武器 為什麼M134能有如此高的射速呢? 首先Mini Gun是一種 加特林式機槍 有一個電動馬達驅動 通過一個彈帶將子彈送入旋轉槍管之中 這是一個可拆卸的槍管組 每左右六根槍管 槍管組在過熱時可以更換 它的工作原理如下 1.射手按下班機後 啟動電源 2.電源驅動電動馬達帶動槍體旋轉 3.在每根槍管旋轉移圈的過程中 它所對應的槍機也一起旋轉 將導槽內的子彈帶動作往復運動 4.依次進行舒坦 入膛 閉鎖 擊發 退殼等一系列動作 5.射擊後的彈殼被推出槍管 拋出 以上步驟重複 直到射手鬆開扳機或帶要用盡為止 新版的M134已經通過電動馬達來控制並調整射速 從每分鐘1000到6000發 然而射速越高 槍管就越容易過熱 相對的損耗與故障機會就多 M134在實戰中備用作對付地面和空中多種不同的目標 包括敵人步兵、車輛和建築物 也被用來對付直升機和其他飛機 那它還可以用來打什麼呢? 美智的M134也常出現在好萊塢的指標電影中 並被用來創造一些標誌性的場景 這包括超危險特攻2 韓國李炳縣拿迷你泡把布魯斯 威力前的麵包車打到稀巴爛 海豹神兵、英勇行動 完美展示了這款武器如何幫特種部隊消滅敵人 之後就歪樓了 M134被拿來打超人 吊在橋林裡面的外星人 吊在橋林裡面的外星人 場面,終結者2,審判日中,T-800型終結者在洛杉磯街頭與人類警隊交戰時,使用M-134掃射警車,既暴力又具破壞性而聞名。 這些還只是M-134在電影中所使用的眾多例子之一。 這款武器以其強大的火力和戲劇性聲光效果而聞名,其他的像美國隊長, 支持強森,還有第一帥的基哥,基努里圍在駭客任務中打史密斯電腦人。 M-134可以說從外星人打到電腦人, 現代恐怖分子到遠古復活恐龍,幾乎只要是導演想用來創造, 雕之性的槍戰場景,就一定會用到。 更厲害的是,在美國民間擁有M-134居然是合法的。 當然,由於他的射速和破壞力,他的使用執照是被受到相關單位嚴格管制。 為了符合美國的武器管制法規,民間擁有的M-134必須經過改裝,以降低射速和破壞力。 改裝包括,降低射速,通常會被限制在每分鐘一千發以下。 安裝置配器,可以幫助減少後座力,使M-134更容易控制。 而且必須向美國煙酒槍炮及暴獵物管理局,ATF,進行登記與審查。 儘管手續繁瑣,卻一點也阻擋不了,美國民間擁有的M-134並改裝的熱情。 這是不是可以拍一部關於迷你炮猴子的列傳呢? 那麼美國民間對魔改M-134到底癡狂到什麼地步? 我們在每年的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附近所舉行的大桑迪射擊活動期間, 民間展示了一款威力超級強大的四連裝迷你炮轉輪機槍座。 大桑迪是美國最大的機槍射擊場。 單一M-134迷你機槍有六管,但這座機槍卻安裝有四組,24管具有高射速的加特林式槍管。 在射擊場上,這座機槍單單扣一次扳機,就足以吸引滿場群眾尖叫, 如果搬來台灣,放在灘頭上,整包打到解放軍爬不起來。 總體而言之,M-134mg是一款強大的武器, 且在實戰與電影大片中,代演了重要角色。 它被用作一種有效的近距離作戰武器外, 還兼具鼓舞一方士氣,震懾敵人之效果, 可以當作台灣未來軍購的優先目標。 本集節目到此告一段落,我是童童童,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 感謝您的觀看,我們下期再見。